朋友来问,脚伤指甲出现了分离、泛黄,怎样将其恢复如初? 好,本期就来安排,当指甲受力摩擦挤压,针菌从细脚伤口浅入,后面就会导致指甲出现分离、发黄、增厚等皮夹本一体。 甲下针菌没有进行抑制和灭纱,针菌传染到皮下就会导致皮肤出现痒、水泡、褪皮、臂味之类,所以针对于这种情况,是需要对皮夹整体来进行清净的。 接下来可以参考下本期的主人公珊珊。 珊珊,之前做梅甲为处理好轻菌工作,卸甲后发现指甲出现了异常情况,后来联系到军师,经过持续的轻菌,指甲最终恢复到了健康状态。 图一能够看到,珊珊的指甲两侧出现了很明显的分离、泛黄。 图二是珊珊分包软化指甲修理后,从图三能够看出,此时的指甲已经彻底铺满甲床,无分离和泛黄的情况。 恭喜珊珊,那接下来就参考下珊珊的详细恢复过程吧。 2023年11月24日,珊珊首次找到军师来咨询,说自己刚做完梅甲卸甲后,发现指甲出现了发黄、分离等情况,大概有两个月了。 并且相同的感染部位之前也出现过有类似的情况,这次又反复了。 军师这里建议先采用温和风包的方式,止去坏甲护伤好甲,后采用整体浸泡,将潜藏在甲下的真菌进行有效、持续的清菌,避免之后再出现反复的情况。 2023年12月3日,珊珊发来拆包修理完的图片,通常被真菌侵蚀的指甲密度较大,一般经过风包软化后的坏甲会非常好修理。 拆包修理完,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整体浸泡清菌了。 2024年4月5日,珊珊发来反馈图片,说右脚的指甲已经基本贴合甲疮,但左背的指甲还会有轻微分离,并且附近的皮肤也会伴随异味。 军师说这是因为皮甲不分家,皮下真菌也含有一定真菌后导致的,针对于这种情况,还是需要持续浸泡清菌的。 2024年5月6日,珊珊持续浸泡完一段时间后发来反馈图片,从图片上能够看到,这使健康的指甲已经完全的铺满甲床了,并且皮甲都没有任何的特别反应。 恭喜珊珊! 回顾珊珊的整个恢复过程,从最初指甲上的空甲和泛黄,皮肤出现有异味,到后面联系军师开始持续清菌,最终皮甲恢复到了健康状态, 期间让汤记充分渗透到皮甲下进行有效的清菌是非常重要的,当然与自己清菌的决心也有很大的关系,再次恭喜珊珊彻底恢复,在延延夏日来孕之际,收获到了健康的美角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!